104 这一题 它里面题目大概有几个要求 它包含开启这个档之后的话 它希望作答的顺序 就是先九份 然后在南庄 在日月坛 在墾丁 也就是由北到南 然后每一张图里面要放四张 然后外框要加一下 另外的话 每一张图片下方都有名称 档案名称 另外的话并且套用什么 布景主题 它还给你一个布景主题 外部的 并且要调整头影片的大小 头影片大小怎么调整 要是4比3 因为可能是它要播放的 那个装置可能是比较旧一点的 4比3 所以如果你用16比9会变成太宽了 它上下变黑的 就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如果头影片大小 也可以针对你将来要播放的装置 去调整 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做调整 另外的话 其他还有像什么 套用版面配置 要标记的 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 包含就是说它要我们做出 复制台湾地址外部的有一个PPT档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第一张推面的下方 并且把它的地图拿过来就对 其实就是把另外一个PPT的档案 的地图复制过来 所以这要怎么做 另外的话 把通印片编号本来从第一张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顺序 为什么 因为不要让底下的做播放 那怎么做 另外还有什么 必须要互动 并且把所有的字型都改为微软正黑体 我再来demo一下 这个是完成的 完成的话 你会发现播放 理论上 如果你今天要播下一张 你大概点一下 不过你大概点一下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这个投影片 你不能够像以前这样播放 那怎么播放 它有一个互动 也就是游标在这边 点九份 就跳九份 OK 你再来的话 你再随便点一个地方 它又回到第一 就是回到这个主页 OK 那南庄 有没有 OK 这几个地方 好像都有 试诚一下 这个地方没去过 不知道在哪里 OK 然后点一下又回来 日月坛 OK 蛮漂亮的 然后 墾丁 OK 那也就是说 也许 你们自己想想 想看看吧 就是说 将来也许你就自己再找一个地图 然后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地图 也许 如果你不是全台湾 你也许就是整个桃园 你又找个桃园的地图 然后上面也许 给它做一个什么 一个标签在上面 做个超连结 让我点进去 点进去的话 就可以点到哪里 点到我要去的地方 比如九份 九份 之前的话 大概人山人海吧 过去好像都是日本人 跟韩国人比较多吧 现在的话 应该 那边应该都不会有人了吧 OK 那 这地方怎么做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第一个 一样开启 PPT的档案 那我们一样是开启 我们的练习档 在哪里 在下载里面 104 首先的话 开启 PPD01的档 里面空着 接下来 我要做什么 我们根据题目要求 所以待会请各位 还是把题目看清楚 反正第一个 就是 PPD01的档案开起来 最后 它要我们 净存新档的话 存成PPA01 不过 因为每个都 所以我记得 PP 你干脆把 PP1后面加一个 104就好了 OK 跟之前一样 我们之前是 PPA102 那依此类推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分别 按照题目要求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题目 它说要新增相簿 然后将影片的图片汇入 然后并且汇入 生成一个新的简报档 然后先把它存档 可是问题要怎么 把图这么多张 它图在哪里 图在这边 总共会有这么多张图 总共有几张 16张 OK 所以等于是有 除以4 所以等于是有4个投影片 我们怎么把这些图快速放 当然不是叫你说插入图片 有没有 如果之前你想插入图片重达 不对 这边有一个相簿 所以你可以用插入相簿 这个时候的话会有一个新增相簿 接下来的话你就怎么样 把那些图选取来 图在哪里 图在下载 下载里面的这个练习 里面有104 你可以看到这16张图就出现了 你可以按下Ctrl A 或者这样选 我建议是记个快速 Ctrl A最快 Ctrl A就是全选 全选之后 按插入 OK 接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九份老街 1到4 OK 再来日月坛 再来南庄 再来肯定 不过他意思好像是说 要先南庄 再日月坛 所以要不就是我们先把这些放进来之后 再来移动 要不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日月坛 这几张 有没有 把它选起来 然后让它怎么样 往下移动 没办法这边有个箭头 有没有 让它向下移动 按四次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 日月坛就跑到下面 然后南庄就跑到上面 顺序应该就OK 肯定1到4 接下来的话 图片配置 题目里面有 外框 简易框架白色 OK 而且要四张 所以接下来的话 四张图影片 四张 这边有个四张 将来如果说你要两张 这边也有 一张也有 所以看你要怎么去 安排你的旅游的项簿 这个将来旅游项簿不见得一定要四张 你将来可以自己配置一下 OK 然后我们这个题目要求四张 或四张 外框的形状 它要怎么 简易框架白色 OK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汇入之后 然后再移动位置 并且配置一下 最后题目好像还有什么 每一张图片的下方都有图片的档案名称 所以记得这边要打勾 哪里呢 标题 所有的 在所有的图片下方 这要打勾 这样的话 你将来的图片下方 才会有那个档案名称 OK 然后基本上应该这样OK 我看一下它什么 还有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 这个在哪里 这个浏览一下 布景主题 它是放在那个也这样下载 里面的104 好像会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POTX 这个是范本档 Template 范本档 所以就探用这个 按全取 OK 所以基本上 只要插入相簿 放进来之后 移动位置 再分别把这些设定一下 这样按建立 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档 不过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不是在PPD01里面做 它是另外又产生一个新的档案 所以这个档叫简报一 它题目有要求说 那你就把它另存新档 存在哪里呢 存在我先放桌面好了 放桌面上面 我叫什么 你们 请好同学放桌面出问题 如果放桌面出问题的话 麻烦你放第一点好了 然后名称的话就叫PPA104 OK 然后的一个PPD PowerPoint档 按 储存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第一步了 OK 你会发现 它就按照它的Template 它的范本 OK 实际上就有点像图钉 然后总共一次有四张 分别九份 南庄 然后再到日月坛肯定 而且档案的名称都在下方 上面有个相簿 总共五页 就完成了第一 第一个部分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几道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